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红星 石总找咱们有事 咱们赶紧过去一趟 这么突然啊 是啊 他说要让赶紧过去 我现在在你公司附近呢 你赶紧下来吧 行 我刚好下班 我马上下来 喂 童童 喂 童童 童童 爸爸在电梯里面 信号不好 你说话 喂 尼克 什么 带我去吃尼克 你想吃牛排啊 那个 爸爸今天有个会要开 明天带你去吧 晚点 我给你买披萨 然后给你买个冰淇淋 好吗 喂 童童 我给你买披萨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 没事 对了 石总有说 要讨论什么吗 电话里没说 是吗 没事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童童 那就是你重要的会啊 不是 光阿姨来接我一块儿去的 到底是谈恋爱还是开会啊 当然是去开会啊 你怎么了 你等我一下啊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这附近有很多吃的 你自己先去对付一下 我今天真的走不开 明天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吃饭 好吗 来 妈 妈 威尔玉 别愣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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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上 身上 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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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不客气 好的 好的 喂 老公 刚刚妈妈在忙呢 没听到 怎么了 停 我恨你 彤彤 彤彤 你怎么了 怎么喊那么大声 你喝酒吧 我跟一客户那个 别闭嘴 你们都同样 我恨你 别闭嘴 你怎么了 彤彤 我恨你 别闭嘴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彤彤 走开 彤彤 我就是跟 彤彤 走 早上喝多了 怎么喝多了 我都喝到不省人事 重点是 就是喝到最后 是红光灵一句 工作上的事的媒体啊 这种人就这样啊 人家 你得把他喝爽了 才跟你说呢 我是一做创业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舍命地跟人喝酒 这就是做生意 知道我不容易了吧 而且昨天童童是第一次 主动约我去吃饭 我为了喝这莫名其妙的酒 我还把我女儿给得罪了 那你麻烦了 这哄女儿跟哄情人一样啊 你得花点心思啊 你不是有个儿子吗 你平常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你怎么处理的 儿子 女儿不太一样 丁阳现在上了个 寄宿的私立学校 周末才回家呢 寄宿学校 对啊 让你女儿也去了 这样呢他们俩做个伴 还能好好学习 你也有自己的空间了 你俩这嘀嘀咕咕的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没个正经的样 开会吧